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9月15日 拜仁贈巴塞三蛋 刀冠分組賽 伊組第一輪迎來一場焦點大戰 巴塞龍拿座鎮主場迎戰拜仁慕尼克 上半場 湯瑪士 梅拿禁區胡鼎接利來 新尼回傳球後 特斯冷戰折射入網 隨後利來 新尼薩入禁區 在朗奴 阿拉奧組房手下倒地 但沒有十二碼 下半場 利雲道夫斯基上演梅開二度好戲 最終 巴塞主場零比三輸了比拜仁 比賽開始 8分鐘 利雲道夫斯基前場被艾力 加西亞侵犯 為拜仁贏得佛球機會 利來 新尼操刀競射 被人場擋出 18分鐘 賓哲文 帕華特右路傳中被朗奴 阿拉奧組頭隨解圍 利來 新尼禁區左側停波 盡勢凌空抽射 被達史特根神勇化解 27分鐘 孟菲斯 迪比主佛右路佛球傳入禁區 朗奴 阿拉奧組搶點 高高躍起頭取頂高 34分鐘 湯瑪士 梅拿禁區胡鼎接利來 新尼回造 後特斯冷戰 過波打在艾力 加西亞身上折射入網 拜仁反客為主 一比零領先 36分鐘 利來 新尼殺入禁區 連續變向後在朗奴 阿拉奧組房手下倒地 球證武判佛十二馬 踢完半場 拜仁暫時一比零領先巴塞 換邊再戰 52分鐘 利來 新尼大禁區前 同利雲道夫斯基打出精妙狀場配合後突入禁區 低射被達史特跟風出 56分鐘 亞方素 戴維斯重炮軟射被擋 查帽 梅斯瓦拿得波一腳抽射擊中門柱 利雲道夫斯基門前補射得手 拜仁二比零領先巴塞 69分鐘 剛剛後備登場的菲利比 古天奴招牌抽射攻門打高 85分鐘 沙治 格納比推射中柱 利雲道夫斯基得波後 冷靜擺脫防守競射破網完城梅開二道 幫助拜仁將比分定格在3比0 最終得夾班把輕鬆迎來今季勾冠開門紅 你聽緊的是安播足球快訊 我們為你提供各國球賽的賽前分析 賽後報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謝你的收聽